為了可以讓中部用輕鬆方式來發展藝術 靠鄉、鵝癢、露靈中心 是邀請到美術老師基本第四位流體化課程 希望透過藝術創作 可以讓中部的動腦筋 不但煙煩老化也能來放三身心 你一定要放那麼多 好,放那麼多,阿娃你這個樣子有這麼多 中部在老師的基督之下跟郵柴南南作會 準備要來創作特別的流體化 為了讓師大可以用輕鬆的方式來學習藝術 靠鄉、鵝癢、露靈中心是邀請老師 教老人創作流體化 但是創作學生讓這些師大都覺得很心機 我們參加這個活動就是一些老人 我們參加這個活動就是一些老人 我們參加這個活動,沒有料 他們創作這個活動,大家來這裡 大家五樓 然後再做什麼藝術 大家一個秋冬的 然後我們參加對我們的頭髮也有好處的用途 我感覺有機會可以參加這個課程 是一種增加我們那個老化 比較不會那麼快的老化 而且有很多藝術方面都有幫助我們心情的愉快 利用一些時間不要讓我們多待在家裡 這是很好的 流體化是一種特殊的創作 第一步要跟不一樣的藝術 藍藍藍作為 接下來這裡倒了在抓幫或是插幫上館 過程當中除了要有耐心以外 也要當頭髮才能來完成整個作品 最重要的是他不用拿到筆也能創作 這也讓很多中部的玩意來學習 阿公阿嬤他們這個年紀 他們比較少會拿到筆 那如果我們在短時間 讓他們用筆去畫一些比較可能靜態的東西 他們可能會有點排斥甚至有點沒有興趣 所以我們這次選用流體化 在國外很流行 現在台灣也蠻流行的一種繪畫方式 他是不用透過畫筆就可以完成了一幅畫 但是他需要耐心 然後還要配合手腳的協調 讓這個畫去造成流動 因為社區的中部的平衡是比較少抓筆 所以露林中心特別安排老師來教中部流體化 不用抓筆就可以創作出美麗的作品 讓他來參加的中部都很熟悉 我們剛開始是學長的 先讓他們告知 現在還來換大片 所以現在我們的老人就是 我們的老人就是讓這些老人覺得他們學生 也覺得很開心 他們也覺得他們很有心得 他們覺得我們怎麼這麼老 可以做這種畫 出美後的確定是讓中部的生活很累 不太快樂 希望露林中心可以繼續基盤相關確定 讓各個人來參與 記者林宏碧 蔡宏博德 好 谢谢大家